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希望使用别人已经做好的模板 然后把它改成你自己的内容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别人都已经做好模板 你这一张 你是不是要把2017的7换成什么 假设你要做2019年的年终总结 新年计划 例如说我做2020 那你就要把这1改成2 然后这个7改成0 2020年的新年计划 那所以这几个字删掉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事 那你接下来你就会做一件事情 如何去找到这么多很漂亮很酷炫 别人都已经帮你做好的模板 而且免费这种重要 很重要 好那你要记住 记住一个名词 叫做风简报 疯狂的疯 疯简报 希望说到时候你们稍微记一下 那像这边的话你看他做目录 你会说老师他这边全部都是什么 这个简体字 你要打是打你自己的 你不用去管它是什么字形 这不重要 他看到英文 英文也不是那么重要 好 因为你要改成你自己的 例如说项目背景研究 假设你先要去做的是公司这几年来的利润的一个成长趋势的研究 还有这个时候你这些词是不是要去换掉 例如说你可能就换成什么 这个换成可能是产品 然后这可能是客户 这边可能是地区 然后这边可能就是会放那个类别 还有去放其他的项目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那你如果说按照他的逻辑 其实我觉得也很棒 他已经把就是如果你要去做一个新年规划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他要做一个新年规划 所以他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第一部分是年度工作概述 好 这个逻辑 请问一下 当你要去做2020年新年新计划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先把年度工作概述先陈述出来 就是2020年我们要做哪些事 我有哪些的项目事情是要做的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逻辑 他这边是 应该说这边应该是一个工作预计完成的进度 因为有些事情他可能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明年 好 那这边是一个完成的情形 再来 这边是一个成果 成果他就会去展示他的一些成果 最后他是有一些什么应该叫做执行时瓶颈的一个说明 这是他的一个逻辑性 逻辑性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就要讲说明年的工作计划方向 请问一下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性是不是可以来去思考 来去调整 好 我希望说明年了解他的一个逻辑性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现在就来去看这个封简报 这网络上太多了 太多这种东西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其实你可以去使用它 然后做出一个属于中华电信专属的简报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输入封简报 就是打开Chrome 然后输入封简报 天天封简报模板下载有看到 天天封后置这也是PPP模板 然后天天封后置简报制作软体 有看到吗 一堆 我们就看第一个天天封PPP模板下载 你看这边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简报 有简报背景 简报图表 艺术设计 简约模板 美食模板 公司企业 那你觉不觉得我们应该要找一些跟公司相关 因为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那接下来你去看一下 这边这边 例如说它设计了一个这个公司模板 看你想要哪一个 看你想要哪一个 可是它的设计就是以公司来去做设计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然后你要是觉得说 这才十个 没有这下面第二页 但是它所用的企业都是大陆的企业 这应该看得出来 然后接下来第三页 我觉得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应该 应该 就是找一点稍微比较酷炫一点的 酷炫一点的 那你就自己回家再慢慢找 我现在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这是南方南方 电网动态 PPP PPP 模板 假设我就要下载这一个 你自己挑一个你喜欢的好不好 这个好了 电信业PPP 精细的26页 电信业 中华电信 就是电信业 就是我现在我想下载这一个 下载这一个 这样了解吗 你自己回家的时候 我跟你讲 它这边是不是介绍什么 美食模板 那你可以把那个食物变成 例如说 假设你要介绍手机 其实你就可以去改一下 把那图片改成 例如说手机 好 这边我现在就点这一个 公司企业里面 电信业PPT 那接下来 你是不是要下载这个模板 下载这个模板 应该要怎么选 这边是不是有 往下 往下 这边 中华电信 中国电信专用PPT 模板 这就是它的那个 同影片内容 然后接下来 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 电信业PPT下载 有看到这个字 你们可能看到是别的 那个词的一个PPT下载 前面这边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例如说我现在就点它 这边其实是跳转到那个大陆 大陆这个地方 但是它好像又转直转到那个美国去 CRAZYPPT CRAZYPPT.COM 好 这边有一个PPT 下载传送门 请点它 这个下载传送门 你应该会找得到 所以就点这个下载传送门 点它 你可以看一下 下一张长这样子 就在下载之前 你再一次的观看一下下一张 它跑得很慢 好 反正我现在先下载 好了 这边有下载地址1下载地址2 我就点下载地址1 那就开始去下载了 下载它是用RAR处出来 那你就要止压缩 好 我这边我已经下载好了 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蛮漂亮的 什么医疗PPT模板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 很多AE的模板 好多 好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下载里面 这是我刚刚下载的 应该是这个 E-EF623092316.RAR 所以滑鼠右键 用7Z 7Zip的解压缩字这个地方 稍微等一下它就解压缩了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资料夹 我就可以把这个中国电信专用PPT模板 我就改成什么 中华电信专用PPT模板 对 2019年 好 你可以快速点下来去观看一下 你们看这应该蛮有感觉的吧 等下来跟门讲这个 好 你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吗 你看连动画全部都帮你去做完了 对不对 这样子的质感 2020中华电信的一个介绍 然后第二页 然后请把 好我先不播了 你有没有发现第一页 第一页你就要把它换成是你自己 换成是你自己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然后 该换的字把它换一换 记得 最后档案另存 可以吗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再播放一次 您觉得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提升 那个 我们制作简报的时间 然后做出来还不错的简报 可以哦 好 那以后中华电信的简报就靠你们了 来去稍微做一些 稍微做一些改变 因为你看刚刚第一张投影片 其他张都删掉 就只要留第一张不就好了吗 就可以做成一张卡片了 好 而且他都帮你 他都帮你设计好了 你看 还蛮不错的哦 等我教你教你到被做成这一张的样子 那不晓得要花多久的时间 还不如你就直接把他上面的字改一改 对不对 希望送你们这一个大礼物 对你们是有些帮助的 这叫 这叫 封 封简报 封简报 或者是封后置 后置 后置 好 那 如果说你先 你再去看一下 请问这一张 这一张是不是要改成目录 目录 然后假设我今天 我这边他介绍的 我们要介绍中华电信 请问中华电信 你想要介绍2020年中华电信 那你要介绍他的什么 比如说远景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年做了些什么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今年 那个 等于说是过去做了什么 现在做了什么 然后未来我们要做到什么事情 好 所以你就可以针对 针对这几个主题放进去 然后接下来像这边的话 就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的第一个部分 例如说中华电信的远景 所以这边就会放远景 记得这个logo 这个logo然后删掉 然后换成这个logo 复制 接上 他是不是有那个光芒万丈的那种感觉啊 这个光芒万丈的变化 其实是应该可以做出来的 柔边 浮凸 光芒 好自己都可以自己去玩玩 反射 反射 反射到下面 好 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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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它 因为它背景是黑色嘛 所以我把阴影改成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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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阴影的位置 阴影的位置 阴影的位置 阴影的颜色 其实真的可以回去的时候自己再去玩一玩 然后记得把这个图片啊 然后记得把这个图片啊样式啊都改掉 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在玩简报 你好像是在玩简报 好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也应该到了整个整体复习的时候了 我们从我们这个office的整合应用课程 我们分三个系列来去跟各位分享 在这个系列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介绍什么 介绍工作效率如何提升 你看 假设你今天你拥有了这个模板 拥有了这个模板之后 你把它做成你自己的中华电信的这样子一个介绍 你连动画都省了好多时间 然后又可以做出专业 让别人觉得还蛮惊讶 哦 这个中华电信做成的简报 长成这个样子 正在网路上有非常非常多这种后置 你们自己回去可以去看看 光是这个地方 这个PPT模板 这边1234 那你会说 是不是只有四页就没有了 那四页完毕之后呢 这个是针对公司企业 他有提出40个模板 那如果是美食 他有提出1233页 哇你看这样子的话 什么中国味道 然后这边 是不是感觉 感觉这些简报内容好像还蛮有料的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那我们之前在介绍简报的时候 之前我们在介绍简报的时候呢 我们跟各位就是大概大致上有分享到几个重要观念 像例如说 在像我们拿到很多张图片 怎样快速做简报 然后母片 母片它绝对可以节省我们好多的时间 当我们今天去外部抓别人做好的简报 怎样应用 应用到自己的简报里面 那 再来就是当你今天简报它的目的 它其实是为了展示 那里面的表格图片 都不应该是自己做的 应该是别人做的 别人做好的简报 别人做好的图片跟表格 它要是修改 我们这边简报内容要跟着直接修改 所以这都是希望跟你们分享的重点 那再过来就是 我们像今天早上介绍很多的 以下的使用技巧 我还真的花了一点点时间 大概有半个小时跟你们介绍 我们要提检定 当你今天有连续性的资料的时候 我觉得当我们今天算完这些资料 我们应该要去检定它 到底它有没有服从 有没有服从 例如说它的平均数是不是相等 然后变异数是不是相等 然后我们要去做这样子的检定 检定完毕之后 我们大致上会了解到 我们现在做出来的分析 它的正确性或有效性 然后再接下来 我有跟各位分享 苏妞有分析它有一个限制 它不能跨工作表 不能跨工作表 所以我们取代的方式是用合并汇算 还有我有跟之前跟各位介绍 趋势线的预测 这是一般企业80%用的预测方法 都是用自己找 你一定要会 可是趋势预测有一个缺点 因为它不准越细的资料 你的R平方 就是产生的落差变化会越大 所以它是不准的 所以我们要取而代之 是用预测工作表 所以以下2016吧 它提供了预测工作表 还有很多的AI的技术 很多很多的功能 其实围绕在 例如说一定要结合到AI 还有就是当我们今天 我们有一些快速的功能 来去取代我们以前传统做法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会 以下的分析 那Word Word里面 我有跟各位提醒 像例如说猜你喜欢 以下也有猜你喜欢 不是只有Word才有猜你喜欢 还有像例如说我Word 我按一个按键 它就可以快速传送到TOPEN的去 这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效率 整个大幅提升 所以不要忽略了 这个快速传续工具类的重要性 好了 那我想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 我把我最后 最后我的座民跟各位分享 读书破案卷下笔若生 说是杜甫奉赠主委成长22日 然后无非他就是说 他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效法他的精神 来自我去读书名利 也把我很喜欢的这两句话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我网路上很多很多的课程内容 是值得你们自己再花时间来去进修 不管是大数据分析 Word 以下 都有 真的值得你们再花点时间来去看 那我想我们的课程 就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期待我们今天不是一个结束 而应该是一个学习的开始 我们还可以透过 例如说LINE 或者是脸书的方式 微信的方式来去保持联系 好 那祝大家就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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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